上次的洗澡的方法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蠻好 今次我都會想再 reinforce 給大家聽 我有多喜歡 Botami 的 Shampoo 啦 它的 Body Wash 啦 還有 如果今次沖乾的時候 那個質地又會如何 我的 Shower 方法都是 Start with Botami Essentials 的 Flame Tree Shampoo 啦 我也是喜歡它 起泡夠 豐富 而且感覺好像很乾淨 而且我轉天氣的時候 頭皮特別多油 所以用這個 就會清潔到我的頭皮油 而且真的夠了 Squeaky Clean 啦 另外它的 Conditioner 就是潤而不利 夠了 爽 也不是太黏 接著就是我all time favorite Luxury Spa & Bath Foam 它的味道和質地 真的沒得輸 另外就是 Silk & Smooth Exfoliant 就是唯一的磨砂 可以令到我的皮膚 做到好像剝殼雞蛋一樣 另外我會跟隨 用這個 Body Polish 因為它有癌鹽 就會輕輕在濕疹的地方 就敷一下它 因為會致癌 還有我有時候會摸到 或者損了 行山之後 都會用它摸一摸 等傷口容易癒合 接著我就怎樣都要沖 這次用了Roha Seat 做了一個消毒 接著再用Luxury Spa Foam 來泡泡用 令到身心都真真正正正可以放鬆 晚上我睡得不好 就用了這個 Catless的腹方精油 Sleep Better 就可以泡泡 大家都看到 這個Luxury Spa Bat Foam 起泡效果是非常之好 全自然的 最後 如果要Luxury 當然要附你的MAAS Mask 它有一個天然成分的MAAS 具這個紫外線防 會作用 分子亦比透明質酸細 1000倍 所以非常之容易被皮膚吸收 因為我有濕疹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 Roha Seat 舒緩啫喱 塗一些重點的地方 希望它不會再痕 最後就塗這個 Davidson Plum Hand and Body Lotion 在這個春天適合 那我整個Luxury Shower Routine 就完了